由于企业财报表现预测好坏参半 加上美国地区性银行低共和银行存款大幅下降 再次挑起市场对银行业的担忧 投资者因此转向避险情绪 拖累了美股周二开低走低 同时市场也在观望 来临一系列的经济数据报告 也可能动摇美联储加息的立场 预备霾,预备激渐停止 和便宜的项目 足处待的项目 如果肯定为企业能够长 还有估资和仇值前 企业的股票 不会至于未兴 严肯定在不同的旗市场上 这期营运务 令人预备 在折体 随着美国消费者4月份的信心指数 创下9个月低点 加剧了市场对经济衰退的担忧 美股星期二开盘后一路下滑 标普所有板块一片血染 收跌1.58% 是一个多月来的最差单日表现 道指也狂泄344点 收在33,530点 纳指下错238点 以11,799点挂收 在油价方面 截至今早9点 WTI纽约原油每桶报77美元 微涨35美分 布伦特原油同样微升27美分 每桶报81美元 这是2,530分钟的 5,670分钟的 2,650分钟的 不仅起展览 0,410分钟に